大家好,我是老万 这一期呢,是一个江湖求助贴 老万向各位房车老板求助 求助的是啥呢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房车知识型的博主 我是不是拍旅游邮寄的 因为这个颜值是不占优势 没办法靠脸吃饭 就只能靠这张嘴吃饭 为了给车友更多的讲解房车知识 所以呢,我发这个求助贴 就是我是希望自己在未来的时间 最起码是一到两年之内吧 能够尽量的多走一些中国的房车厂 所以我这个求助贴呢 就是希望各个房车厂的老板 能够给老万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么呢,我到咱们的房车厂去 仔细的去了解一下房车的生产的流程过程 因为我发现要想给车友讲解好房车知识 那么你不往深渣是不行的 所以我想通过这个机会往深渣 我只有了解房车是怎么做出来的 房车的每个步骤每个环节 刨个问底刨戏了 我才能是一个真正的知识性的博主 然后呢,咱们车友呢 才能愿意看我的视频 我如果到咱们的房车厂去拍 其实对房车厂是有好处的 它是可以给咱们做宣传的 并且这个宣传我不要钱 我免费给你拍,我不要钱 但是呢,你也得给我几个权限 第一呢,就是能给我解决交通时速 这就是最好了 这是第一 第二个就是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最好呢 我看到的东西 无论是好的坏的都能让我说 如果说您发现您的厂子很多东西是不能对外说的 那这种情况下你可千万别邀请我去 因为我做视频的一个基础就是 我屁股是坐在车友这一边的 我不会去颠倒黑白 哪好我会说,哪不好我也会说 因为我是想在房车圈这个里边待的时间久一些 这碗饭我要吃的干净一些 吃的踏实一些 我不想被某些厂家收买 因为现在房车厂商也很多 可能五年十年某些厂商都不在了 我想的是老万还在这儿管给大家说房车呢 把自己说成房车老炮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必须得离人民群众很近 我必须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扎扎实实的为群众办事 我觉得这样的话我才能待得长久 我也给自己定位的很明确 我未来就是一个讲房车知识的 所以我不能留意表面 因为现在很多车友跟我咨询各种各样的房车 我实话是说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我的知识储备不够 主要是车型的储备不够 我了解到房车厂商也就那么几家 那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我就有施工运了 明明那块有一个好的房车厂 但是我不了解 对吧 你不了解你就没办法跟车友介绍吗 对这个房车厂商来说就不公平 对于车友来说呢 人家很信任你 你介绍来介绍去就那么几款车 也不公平 搞不好还被别人说成你帮某某某厂卖车的 那么在这老万要声明一下 我不帮每一个某一个单个的房车厂卖车 我是帮所有的房车厂卖车 我要把每个房车厂的特点各个方面都了解清楚之后 然后根据车友的需求去匹配这样的车厂 把自己当成一个大数据库 但是我这有点夸张 可能做不到那一点 当然尽量做到吧 所以这个就需要我非常清楚的去把中国现有的房车厂 跑个七七八八 啊 多了解一些 所以呢 在这今天就正式发出这样的一个英雄体 我在线下也会联 也会跟各个房车厂上去沟通 呃 需求真的就那么几个 我我想说什么 你就得让我说什么 啊 我不造谣 你这一点缺点真的存在 我就会说 你这个优点我也会说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一定给我解决我的交通时速 因为我拍视频不要钱 你不能让我搭钱吧 对吧 我过去 我可以开房车过去 可以给我解决油钱 我可以 我也可以开高铁过去 啊 住的话 我可以住最普最简单的这个宾馆啊 甚至说你那种房车 我就住房车里 吃的就是你们供应吃什么 我就吃什么 这个咱们 咱们都不挑 啊 所以这个应用点 看到的房车老板 如果愿意让老板去的话 可以私信联系我 我的目的很明确 去让更好的房车 找到更好的车主 让中国房车厂的这些里边 所有的知识储备 全部进在我的脑子里 啊 我这个决定咱们车友支持我吗 如果支持的话 就在评论区 给我评论一下 说老板帅 说老板这个想法好都行 反正我以后就死磕 房车知识了 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关注老板一起分享房车知识